大家好 欢迎收看凤凰美洲快讯 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 应美方邀请中国代表团22号 同美方代表团在华盛顿 就中美贸易问题展开磋商 白宫等听表示 中美贸易对话持续进行 美方希望同中国有自由 公平和互惠的贸易 更多的新闻内容 请留意晚间播出的凤凰美洲新闻 欢迎回来 总统特朗普的前律师克恩 承认多项控罪 包括两项竞选经费欺诈罪名 对此特朗普称 克恩承认两项涉及竞选经费的罪名 但他的行为没有构成犯罪 不过特朗普在另一条推文里 就形容克恩编造故事 已与检察官达成认罪协议 克恩21号不点名表示 他在大选前受候选人指使 向两名声称与特朗普有性关系的女子支付封口费 克恩的律师则相信 克恩愿意在国会前就特朗普竞选团队 与俄罗斯律师会面一时作证 总统特朗普昨天在西弗吉尼亚州出席集体活动 特朗普没有提及他的前竞选经理马纳福特 背叛八项罪名成立 以及前律师克恩认罪的事 但他重申通俄调查是一场猎物行动 并讽刺说调查至今都没有找到通俄的证据 此外特朗普又将矛头从假新闻转而对准社交媒体 认为言论审查比假新闻还不可接受 美国保守派主持人琼斯近日因为阴谋论 遭多个社交媒体平台封杀禁言 对此特朗普几天前也曾发推特 抨击社交媒体歧视共和党或保守派的声音 正在耶路撒冷访问的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 22号表示 美国的制裁措施对伊朗经济造成比预期更大的影响 但美国政府无意推动伊朗政权更替 在巴尔问题上 博尔顿则表示 特朗普政府的中东和平计划已取得很大进展 但他拒绝透露更多详情 也没有公布计划的时间表 美国此前将大使馆迁往耶路撒冷 巴勒斯坦人认定特朗普偏袒以色列 对所谓的和平计划也没有太大期望 今年5月 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声称 美国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 进一步承认以色列对哥兰高地的主权 博尔顿承认听过有关建议 但是并没有讨论过 美国政府对此没有决定 特朗普集团在华盛顿特区的五星级酒店 周二晚上被人用激光投射出 重罪犯欢迎在这里几个激光大字 非常显眼 还有个箭头指向大门 投射出的其他激光字 还包括有罪和罪犯 有不少过往行人用手机把场景拍下来 周二当天 特朗普的前竞选经理马拉夫特 被控的税务及贷款欺诈等控罪中 有八项背叛罪名成立 特朗普的前私人律师科恩 则与检察官达成认罪协议 承认多项罪控 包括在2016年大选 违反选举财务法 诈骗银行及逃税 休息一下广告之后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接下来一起来关心 全美各大平面媒体的新闻消息 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国家公墓 星期三受到炸弹威胁 目前所有游客和员工 都已从该地区安全撤离 据今日美国报道 阿灵顿国家公墓宣布 该墓地自今天中午12点起 对公众关闭 但所有预定的葬礼 都将按照原定日程进行 执法机构正在调查相关威胁 另据美联社的报道 公墓公共事务总监表示 他无法提供有关威胁性质的 任何进一步细节 这次威胁正在调查之中 该公墓将继续在其网站 和社交媒体平台上 发布更新消息 美国航空和夏威夷航空 近日相继宣布 将于10月分别取消 一条直飞中国的航线 美国航空发表声明称 由于航空燃油价格不断上涨 公司计划削减低利润 甚至是无利润的航线 其中包括 往返于芝加哥 与上海的直飞服务 这是该公司 今年第二次取消中美主要航线 该公司声明还指出 这一航线只是暂停 而并非永久性取消 一旦条件改善 该直飞服务能重返市场 而夏威夷航空公司也表示 决定在今年中国 十一黄金周假期后 暂时停飞一周三趟的 谭香山至北京直航 该公司在声明中提到 已经订购了黄金周之后的 航班机票的乘客 可以申请全额退款 或者把航班改签到黄金周之前 不过该公司没有透露 取消航线的理由 接近夏威夷的飓风 莱恩强度降为四级 但仍可能对当地造成严重破坏 由于莱恩的中心风也庞大 气象专家警告称 这可能是夏威夷 有史以来遭受的最强飓风 提醒社区要做好准备 莱恩的阵风 可达每小时250公里或以上 当地多项服务已经暂停 民众纷纷到超市抢个物资 为风暴做准备 当局已向瓦湖岛 茅依岛等地发布预警 预料莱恩将在周四 转向西北偏北 非常靠近夏威夷本岛 带来破坏性强风和巨浪 雨量更可达500毫米 容易引发洪水泛滥和山体滑坡 月球黑暗寒冷的基地地区 一直被推测含有水冰 美国夏威夷大学等机构 研究人员近日表示 首次发现了月球两极表面 存在水冰的确切证据 这有可能为未来人类月球探测 甚至定居提供便利 研究人员称 人们还需要一个月球车 或者着陆器来测量 这些水冰的同位素信息 以确定它们的来源 并通过钻探来确定深度 以估算其含量 研究人员发表 在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上的报告 分析了月船一号探测器 携带的月球矿物质汇图仪 所得到的数据 以及发现了固态水的迹象 此次研究显示 南北极水冰的分布范围并不同 在月球南极 多数水冰集中在陨石空中 在月球北极 水冰的分布则较为广泛和稀疏 加拿大方面 近日加拿大移民卖民和公民事务部长 艾哈迈德·胡森宣布 加拿大政府将增加父母团聚移民配额 并把随机抽取的方式改为先当先得 加拿大移民部官员 将按照递交该表的先后顺序 邀请担保人提交正式申请 直到邀请数目满额截止 根据此前 加拿大联邦移民部的消息 将今年的父母或祖父母 担保团聚移民申请名额 由原来的1万个增至1.7万个 此外 2019年这一名额将增加到2万500人 2020年将再增加500人 达到2万1000人 联邦移民部部长表示 此举是为了让申请程序 更为公平与合理 以上就是今天快讯的全部内容 详细的新闻请继续收看 晚间播出的凤凰美洲新闻 如果您想关注更多的美洲资讯 欢迎加入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pstv.us进行订阅 感谢收看 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